为了记录典长原住民族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发展轨迹 原住民族黑胶唱片展三轮货车旁的歌谣录音 接启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展到11月19号 共展出了零零唱片在花莲录制的歌谣音乐作品 重现1960到1970年代部落经典传唱歌谣 在鼓调歌谣的合唱声里 唱出原住民族新旧时代的音乐精神 原住民族黑胶唱片展三轮货车旁的歌谣录音 21日起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开展 藉由猫里文化工作室授权 展出零零唱片在花莲录制的歌谣音乐作品 重现1960到1970年代花莲部落的经典传唱歌谣 来了解这些事也花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我们找到这个版权原始的人 他拥有这个版权 我们还跟他用租的方式租出来给大家听 数位的时代他copy很快 你copy给他他就会给他看完全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精神 也透过原民族的协助 支持我们做这个事 把这些歌谣带出来听 听的是歌吗 其实听的是一个时间一个时代 里面蕴藏的很多资讯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事情 就是当我们讲一个智慧财产 或是他的权利 或是他可以怎么发挥 我一到头来都会碰到我们这个 尤其是原住民族群的自我认同 自我价值的追寻 那我有这个 我算有这个病 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想法的 花莲县府原民处表示 本展览精神60首歌曲 透过声音 呈现当时的历史面貌 其间并办理四场次系列讲座 邀请台湾流行音乐研究者徐瑞凯 分享花东原住民歌谣的历史演变等内容 此番借着找其原声 在数位资讯速食时代 让传统歌谣建构新的世代脉络基础 让原民歌声与故事能继续传唱下去 节期展触至11月19日 借着讲汪彦华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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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